每当豪雨或者台风来临 秀林乡的富士村可乐社区的排水沟就会阻塞 造成了路面有机水的情况 影响到了村民的出入安全 秀林乡长王美归在监制客长吴上荣的陪同下 前往现场会刊 为了改善常年的问题 秀林乡公所也将会逐年编列预算 来改善排水沟不同的问题 为了改善可乐社区淹水的问题 秀林乡公所并且编列预算来改善排水沟整治 今年度再执行三半部的排水沟改善工程 先清除沙残叶子再重新施作 让可乐排水沟能够畅通 由于下可乐部分有许多管线需要协调 一次要进行改善 秀林乡公所也逐年编列预算 来一次做整治的工程 因为长期我们可乐部落的居民 就饱受水沟不通的一个问题 只要大水溢来底下的东西都会浮上来 那有一些里面的杂物都无法清理 所以我们想透过这次的工程 能够逐步来改善 因为我们评估之后 可乐现阶段还未改善的部分 必须要1000多万 那目前我们先逐步来改善一段 就是先让我们的部分的水沟 能够先畅通 那因为底下还有台电 以及我们和电信的管线 所以在这个部分 还必须要跟这两个单位来沟通 来协调 怎么样一起来协助我们部落 能够赶快完善这个工程 那我们明年再逐步 再向上 再逐一来改善 我想我们希望 能够让这边的水沟能够畅通 让我们的居民 能够在这边的生活 也能够 环境也能够更好 就一下长官员表示 这两年多年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 不过地方建设还是需要 持续来关心努力来执行 由于可乐社区的人口增加了 出租的车子也变多了 希望这次积极的规划进行改善 让可乐社区在遇到大雨的时候 不再淹水了 记得喜欢我们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